造一个折磨200多人的学校是什么样的体验 最近呢大家不是都要开学了吗 于是我就花重金买下了这块地皮 我直接为你们打造一所大学 那么首先第一步咱们要选择开设的课程 由于是第一学期咱们所以少开点 先选一个老八系 当然光有一门课咱们是赚不了铁 光有一门新东方课 肯定不能展现咱们学校的多样性 于是呢咱们再加上这个考古系和搞笑商务系 三门课程三足鼎立 然后我就发现咱们这个搞笑商务系的基础学费是六千块 但是只要我涨学费 就有一部分同学他不愿意交这个钱 导致我们的招生人数大大减少 但是同理只要我降学费呢 我们的招生人数又会大大增加 世界难题啊小伙伴们 你们说这该怎么选 我直接就是拿出我的计算器 学费四千五可以招六十人 那用四千五乘以六十就是二十七万 但是学费最高可以涨到一万二 那五十个人就是六十万 你说这破游戏还搞着人数干嘛 我直接全部拉满 好现在咱们选好课程就要开始建造学校了 这个老八系的学生呢需要一个闲时厨房 当然你们交了这么多钱来我们学校 那环境这方面肯定没得说 可以看到老八系的教室能放这么多东西 那我就给他摆上一个锅一个门 这时候弹幕上肯定有人会问 啊你个黑心园长 人家交这么多钱来上课 你这破教室里啥都没有 我只能说你们格局小了 看似啊 看似我们这个教室里只有一个大锅 但是这便是我给美食系的同学上的第一堂课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那么作为本学校的校长呢 这种简约朴素的方式我肯定要一视同仁 这考古系同学的挖掘遗址 我们直接就放个大门 剩下的呢你们就自己慢慢挖 能挖出来多少宝贝 你们的教室就有多漂亮 哎你们看 这样是不是又带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接下来按照相同的思路 造上三个阶梯教室 和一个极致简约的科学实验室 再雇上几名相关的老师 按理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学了 但是本着对学生负责认真的太多 我感觉咱们这学校还是缺点装饰品 怎么样 又美观又能解决学生的物理需求 而且这些全是自动树卖机 根本不需要人工废 那么好 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教室 和大部分同学老师的物理需求 接下来呢 我们只需要再解决一下他们的生理需求 那我直接在左下角建一个厕所 这时候有人肯定会说 啊你把厕所建这么远 那同学们去上厕所岂不是要浪费很多时间 啊对对对 众所周知 现在的学生不是在宿舍打游戏 就是睡觉 那我把厕所建这么远 都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考虑 这国厕所的修建呢 实则是给大家一个出宿舍门的理由 当然 话说回来 我也不是那种黑心园长 这个厕所的路程确实有点远 那我呢 作为一个良心园长 当然要在这条路的中间 建上一个学生活动室 啊可以看到 咱们有很多选择 这些读书的书柜球体俱乐部摊位 呃那我就放上 三把椅子 我唱无情 啊我相信我的学生们 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休息 正当我回看教室这边 突然发现地上多了很多垃圾 呀这看来老师的素质 有待提高呀 那垃圾桶这种东西 当然要比请一个杂工便宜多了 这我不得给学校的四周都摆上 接下来呢 还需要给老师们建造一个员工休息室 我们的教学环境已经这么完美了 那休息室的环境肯定也不能太差 还有什么 呃梅丽莎老师好像很喜欢这里 除了环境优美的教师休息室 我们还需要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呢 就安排在老师休息室旁边 床位 我们能摆多少个 就摆多少个 再给学生宿舍和教师休息室 共用的这面墙上 都安上窗户 这样呢 我们每位老师在休息之余 也能兼顾到我们同学的健康 哇 是不是一举两得 让我们的老师同学 每天都能和睦相处 然后走廊部分 我们也是稍加一点点装饰 现在 我们这个大学的基本构造 算是已经完工 学生和老师呢 就在这一片区域休息 休息的过程中 如果饿了 可以很轻松方便的 买到食物和水 他们生活在这里呢 上学上课 都是相当的方便 哇 说实话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他们 着急上厕所的样子了 那么由于时长原因 开启学年的部分 就放到下个视频了 本条视频点赞过2000 光速更新下一期 那么感谢收看 如果你有好玩的游戏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奥特说游 下期见